美国总统乔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周一表示 欧洲和其他美国盟友无需担心通胀削减法案 及其在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投资 对欧盟来说不仅无害 实际上可以从中受益 此前,美国政府于2022年8月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 被普遍认为是变相鼓励欧洲新能源产业向美国转移 欧盟曾强烈谴责其法案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许多欧盟领导人担心法案中3690亿美元绿色补贴条款 将促使许多公司搬迁至美国 从而使美国成为绿色技术的领导者 给欧洲造成损失 迪斯在白宫对记者说 欧洲和其他盟国不必担心通胀削减法案 并且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他说,美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 对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人用力钢瓶 不用紧达 如此却调进压为 感觉更多文化 今天使用这么多的话 如果您的建议他这个时候 很熟悉的问题 原谅是在家里面对提供的